跟大家聊說我覺得目前台灣充電規格 會這麼亂的一個原因 那以特斯拉來講呢 台灣目前的車啊有兩種的充電規格 一個是TBC 一個是CCS2 好啦 那超充出體驗 我們就來直接插槍吧 目前亮亮綠的呢就是正式成功 我們先來看超充到底有多快 目前呢 充電是57% 如果現在我的電量非常非常的低的話 以10分鐘來講大概就可以跑200公里以上啦 嘿 大家好 我是阿康 今天呢 這一集我覺得比較特別 因為大家如果對電車系有興趣的話 有一個重點是非常非常要注意到的 那就是呢 你家能不能隨時充電喔 那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要考慮一下 你家的一些周圍環境啊 或者說你的行車路線 有沒有設置一個充電站 那當然先一個破題啦 我個人覺得這一點呢 是特斯拉目前海放各家電車品牌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本身呢 有這種充電的疑慮 那我認為啦 其實就不用想了 你只能選擇特斯拉當作你的電車品牌 所以今天呢 就要跟大家聊聊 台灣目前有哪些電車的充電規格 還有如果你本身是一個特斯拉車主啊 你家可能沒有辦法裝充電裝的人 你該如何好好的趁電喔 好啦 那現在呢 畢竟大家知道我是一個台中人嘛 我就來到台中的戰前秀泰 秀泰呢 基本上都有給你特斯拉各種的充電裝 那當然大家記得喔 這些充電裝呢 基本上都是for特斯拉車主而已 你是其他品牌電車的車主啊 大致上都不能使用啦 那首先要聊充電規格之前呢 跟大家聊充電的速度 因為特斯拉目前其實以它的超級充電站啊 作為一個很標榜宣傳的賣點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知道喔 充電呢 基本上就分為快充跟慢充兩種規格 那像台中人呢 我是非常建議你來到文心秀泰還是戰前秀泰 只要是秀泰機器的 都一定會設有特斯拉自家的充電裝 那不過呢 以這個地點來講 這種充電裝就可以當作是慢充 它是慢充 並不是超充 那大家記得如果你本身有轉接頭的需求啊 你就一定要來慢充 如果你是來超充還是快充 是沒辦法使用轉接頭的喔 好啦 那我就直接來充電一次給大家看 那以特斯拉來講呢 台灣目前的車啊 有兩種的充電規格 一個是TBC 一個是CCS2 但是呢 目前現有的車種 已經全部都是CCS2的規格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充電孔有上下兩個地方 那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技法 如果你本身是慢充的人呢 你就充上面 你是快充的人呢 就充下面 我直接擺一次充電裝給你看 現在呢 大家可以看我在的是台中的戰前秀胎 戰前秀胎總共是設有TBC兩裝 跟一裝的CCS2慢充 我們可以把它叫做Type 2啦 反正就是CCS2的慢充就對了 你可以看呢 慢充就只有上面這一端喔 可以跟我家的充電裝 算是一樣的規格 那它充電的時候呢 就這樣拉過來 直接插上我們的充電孔 然後你就可以發現它在閃藍燈 藍燈閃一閃就會變成是綠燈 綠燈代表說有正常在充電喔 充電裝這裡啊 你可以發現它是有這個綠燈 像電流一樣 它就慢慢的這樣順著啊 電線這樣流流流流流流流 進而流到我的車子裡面 幫我的車子充電喔 那如果你充完不充之後呢 這邊有個硬體式的按鈕 把它按一下 它就會變成白燈跟藍燈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拔起來了 拔起來之後 它就會慢慢的自動蓋上 或者說你就輕拍一下啦 不要像我老婆一樣那麼大力 給它硬壓下去 搬下去喔 那充完呢 大家做一個有道德的功名 好好的把它掛上去 掛上去的方法呢 也非常簡單 有一點45度角的往上插 掛上去之後再直接把它放下去 支持垂下就可以了 那我相信看到這裡 大家可能會有另外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 欸阿康你現在站的站前秀泰啊 它只有一樁的CCS2慢充 如今我現在我要充電 但是現在這裡有人怎麼辦 旁邊另外兩樁的TPC 我可以使用嗎 欸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你就必須要轉接頭喔 這邊我實測過去一下給你看 好啦 那現在呢 我是移到第二個充電格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2019啊 2020還有2021的特斯拉 就是這個規格 其實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啦 因為它不管是慢充啊 還是快充啊 它的槍都非常小一支 等一下我會去有CCS2的DC快充 讓大家看說那個槍到底有多大支啊 但是呢 這邊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喔 那如果我現在剩下的充電裝啊 是TBC的規格 我該怎麼幫我的CCS2規格的車充電 因為大家可以看 這樣子是插不進去的嘛 所以呢 這邊就要用到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轉接頭 那大家記得 只有慢充的充電裝可以使用轉接頭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使用 TBC to Type 2的轉接頭 這邊我就實裝給大家看喔 那我自己呢 怕偶爾會有這種 秤電的需求啊 所以我是使用 JOAH的轉接頭 我是J1772跟TBC都直接入手啦 那現在呢 我們使用的是TBC嘛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這個轉接頭呢 這邊就是剛才講到的TBC槍 這邊那就是CCS2的慢充 我們就把剛才這支槍啊 插上去我們的轉接頭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呢 整支充電槍變這麼長 這樣子就可以插進去我們的充電座裡面 有吧 現在變綠燈喔 就正式的開始在充電了 所以呢 如果你本身是 蹭電為生的人啊 你就一定要轉接頭 不然呢 有時候如果我們這個 CCS2的慢充充電裝 充滿了 有人停在這裡充電的話 你就沒辦法充電了 這時候會滿尷尬的 所以呢 未來還好利用整個停車場 設置的充電裝 我個人認為多一個轉接頭 是滿OK的啦 但前提是 你真的有蹭電的需求 不然如果你說家裡可以充電啊 或者說你本身 目前電量也還滿OK的 不需要充 站在一個電車友商環境的出發點 我還是會建議你 要把充電裝讓給 真的沒有電需要充電的人 那這裡也一樣 你不充呢 要先按住 然後讓它取消配對之後 我們再直接整個把它拔出來 這樣子比較不會傷我們的車 好了 那講完慢充呢 我們就去附近 最近的超充 跟大家講一下超充的規格吧 那大家記得你充完電之後要來這裡折抵停車 因為各賣場雖然有設一些充電裝給你 不管是超充還是目的地充電裝 你都還是要來折抵停車費 它也是要收停車費的 這樣子它才有開放充電裝給你的意義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真的不要忘記 我剛才差點就開出去忘記來折抵停車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來的是特斯拉的超充站 你可以看這邊會有一個Supercharger 以超充站來講 它最大的特色真的就是充得非常非常的快 如果你現在電量夠低 基本上只要充個10分鐘左右 就可以讓你跑個250公里 這真的算是一個非常非常誇張的數據 包裝上目前特斯拉有分兩種超充站 一種是V2 一種是V3 像我現在身在的地方是台中的新時代 新時代它的超充充電裝是屬於V3的 V3有一個最大的缺點跟最大的優點 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的位置還是有限 因為畢竟大家可以看 它一樣有的充電槍是TBC的 有些充電槍是CCS2 所以新時代來講總共有4個充電裝 2TBC跟2CCS2 所以有時候會造成一個資源不平等 因為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可以停每一個車位 因為技術有剛才跟大家聊過 超充站它是不能使用轉接頭的 所以你本身是TBC的車主 你就只能停在TBC的位置 你像我一樣或者說現在是新買特斯拉的人 你就只能停在CCS2的位置 不過超充站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會有一個超時佔用費 如果說現在超充站都已經停滿了 而且你的車也充到OK的電量了 你的車如果沒有移走的話 會有一筆非常可觀的超充站用費 我記得一分鐘好像又30塊吧 所以不要看說我們現在停在新時代 好像可以就無所忌憚的 直接停在這裡充電 如果說一分鐘30塊的話 一個小時你就去逛沒有出來移車 你就要多花900塊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不過超充站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超充站它跟我們剛才去的秀泰 那種目的地慢充的充電站不一樣 超充站它是要計費的 畢竟它的功率就是比較大 它會實實在在的幫你的車補電 並不像目的地充電站 可能就讓你偶爾補一下電而已 而且不要忘了 我們在秀泰那種目的地充電 其實我們都還是要付秀泰的停車費 所以那種秤電真的只是說是偶爾 偶爾可以秤一下而已 好了那現在呢 我們要實際使用特斯拉的超充站來充電 大家可以看到超充站的充電槍這麼大一支 跟剛才完全不一樣 而且大家可以仔細看 超充站的充電槍 上面基本上就是讓你對準 然後跟特斯拉的車一起做溝通而已 下面這兩顆大洞才是真正我們快充的充電筒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停在這裡 我槍一拔出來它就直接感應到了 準備要讓我超充了 好了那超充出體驗 我們就來直接插槍吧 目前亮亮綠的就是正式成功了 我們就回到車上 來看它充電的數據到底有多快 來大家可以看 它現在這是一些超充的技巧 還有一些可能一些規範吧 基本上呢 我們看到這一條最重要的 充電後要記得一看你的車輛 否則會有超時的佔用費 我們現在來看超充到底有多快 目前呢充電是57% 大家可以注意 其實特斯拉就像我們iPhone 一些3C產品一樣 如果你在越低電量你在充電 其實它充電的速度會越快 像大概在80%這裡 基本上算是一個速度值的頂峰 你在往上其實算是很浪費時間 而且它充的速度也會變比較慢 畢竟它就是為了要保護你的電池 那因為我目前的電量沒有到那麼低 我已經到了60%了 可以看真的是充一下就不會很快 我記得剛到這裡的時候只有57% 大概里程數就沒那麼多 這邊呢 我一樣是設置80%就夠了 可以看到它在你的電池百分比越來越高之後 這個功率算是有慢慢的在下降 現在是90千瓦 然後再來就是說因為我設置的是80% 我從目前的61%要充到80% 還需要再13分鐘 可能有些會覺得說 要10分鐘其實還是有點久 那是因為目前我的電量算是比較高 如果現在我的電量非常非常的低的話 以10分鐘來講大概就可以跑200公里以上 並不用充那麼久 你可以看我現在電量百分比越來越高 它的功率越來越低 剩下87千瓦而已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看它功率怎麼變化 好啦大家可以看 我現在車子的電量已經到72% 現在車子的充電功率呢 已經有變比較慢了 剩下72千瓦而已 我個人覺得這樣的設計是蠻合理的啦 畢竟操充這種東西呢 就是一個比較緊急需求的 能讓給大家就讓給大家啦 好啦 那我決定呢 就充到這樣子就好了 我要直接按停止充電 停止充電之後呢 我們要下去好好的拔槍 把它放回去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燈已經變藍色了 就是要我把槍按按鈕這裡 然後把它拔下來 CCS2的槍真的很大隻很難拿 好 知道我已經握習慣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把我們槍這樣子掛回去 物歸原主 然後呢 記得喔 如果你來特斯拉超充站 基本上都有這種 立牌 就是專門給充電車位停的 剛才我放在這裡啊 我充完之後 我把車移出去呢 我還要把這個牌子放回去 入口的位置 好啦 那我們要去下一站 就是最後一站了 跟大家聊說 我覺得目前台灣充電規格 會這麼亂的一個原因 那就是公有停車場 這個J1772這個規格 那以J1772來講呢 其實它就是CCS1的慢充 大家剛才記住了 特斯拉現在使用的充電規格 叫做CCS2 那CCS2呢 有分成快充跟慢充嘛 那有CCS2就有CCS1 有CCS1就一樣有快充跟慢充 這也是目前公有停車場啊 還是很多你去外面的住宿 最多的規格喔 我們可以看這個槍呢 其實也很小一把 跟剛才的CCS2慢充算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有人就會問啊 欸阿康我們現在買的特斯拉是CCS2 不管是快充還是慢充呢 這個東西都是沒辦法直接充特斯拉的嘛 所以呢 我們一樣要拿出另外一個轉接頭 就是J1772轉CCS2慢充 這樣子以來 我們才能使用這個公有的充電窗充電 好啦我現在把我的轉接頭給拿出來 我們要充這種J1772的慢充呢 就一定要換成這種轉接頭 一端這裡是接我們特斯拉 就是CCS2的慢充叫做Type 2 這邊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接我們剛才這個CCS1慢充叫J1772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孔位是一樣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再接上去了 一樣 就打開我們特斯拉的充電蓋 那大家記得要進行掃碼 才能進行充電 像這種慢充呢 你可是可以使用Apple Pay直接感應 感應到你的卡片 它就可以直接充電 大家可以看呢 現在已經是綠燈了 代表說我們接上去的 已經有正常的充電 我們來車上看 看它現在充起來怎麼樣 那大家可以看啊 畢竟這個是慢充 充的速度是非常非常之慢 我現在是72% 我要充到80% 我需要花55分鐘 跟剛才的超充站啊 功率啊 真的是天差地遠 所以基本上這個慢充呢 就適合說你可能現在啊 我在大里這個停車場 對面就是局院嘛 或者說竹間 就是一個餐廳讓你去用餐啊 你就停著 邊停邊充電 然後加減補一下也好啦 不然你說 這個速度這麼慢呢 你要靠它來維生開車 其實也有蠻大的問題喔 好啦 那各位來做一個小結論喔 如果你今天呢 要買一台電車 你一定要把這些充電規格給搞清楚 基本上台灣目前現有的充電規格 主流就三個 一個呢 是舊特斯拉車主在使用的TBC 再來呢 就是特斯拉新車主使用的CCS2 另外呢 只要是飛特斯拉的車子啊 基本上它的充電規格都叫做CCS1 那其中TBC呢 算是快慢充都同一個頭 大家可以看我剛才去秀泰啊 還有去新時代 基本上TBC都是一樣的頭 所以其實你說要改成CCS2 我客人是不是那麼開心啊 畢竟那一把槍真的算是蠻大隻的 如果都有小小隻可以快充跟慢充 其實算是蠻方便蠻好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喔 CCS2都分成快充慢充啊 槍的大小都不一樣了 CCS1呢 它的快充跟慢充 槍的大小也會不一樣啊 而且其實這裡就講到一個最大的重點 目前現在台灣各家的車商啊 有積極在蓋自己充電站的 就是只有特斯拉而已 其他使用CCS1充電規格的電車啊 基本上都還是靠這種公有停車場啊 或者說我們到一些飯店啊 鋁店啊 所提供的JTBC的慢充 所以我們單就充電功率啊 充電效率 還有整體的方便性來講 買特斯拉它絕對還是一個龍頭的存在喔 這是其他電車車場所比不上的 畢竟大家可以看到 快充戰其實真的是蠻重要的 如果我們都要仰賴這種慢充啊 我覺得我們的旅途也都不用去旅行了啦 雖然說我們多半的邏輯都會覺得說 我們就在家裡充電就好啦 我們就盡量不要在外面充電 可是呢我們總有需要在外面充電 甚至是你開油車也會有需要在外面加油的狀況吧 好比說你可能要開一個比較長的旅途啊 北高啊甚至你要環島 我們都需要中途可以讓我們補給的地方 所以呢我們就一定需要超充戰的存在 那以目前呢非特斯拉啊 只要是CCS1它排的車主它的超充呢 多半還是靠第三方充電業者在蓋啦 那第三方充電業者當然也不是笨蛋啊 它在蓋一定是同時有CCS1的快充 跟CCS2的快充喔 那再加上特斯拉自己本身在蓋的TPC啊 還有CCS2超充戰 我們以充電的方便性完善性來講呢 絕對特斯拉是海放其他車廠啦 所以我們要延伸一個話題說 家裡啊如果沒有辦法裝充電裝的人 適不適合買電車 我就現在給你一個結論算是有點不負責任啦 所以我決定拍完影片的這個當下呢 我就要實行一個 一個月不靠家裡充電裝充電的企劃喔 看看整體的方便性啊 整體的使用性啊 還有心得上 再來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你家裡真的沒有充電裝 沒辦法裝充電裝的話 到底是不是適合買電車喔 好啦那各位 趁完電呢一樣喔 我們要來折抵我們的停車了 好為了拍片呢 這個10塊錢是要給它賺的 好啦那這部影片呢 就先簡單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主題啊 或者說看我測的特斯拉 更多東西 都歡迎在台下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囉 那最重要是不要緊對影片按讚 分享 訂閱卡 並且小鈴鐺 才能收到 忘了多開箱 以及下影片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那先別人 那先別人 用手